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婉毅 我有一个觉得特别自豪的一个 网友对我的评价 就是叫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帅哥 中国是帅哥 这是什么 这是魔幻时候 欢迎赵宇老师正式加入了我们的魔幻时候 我会想像现在一样能够带给大家快乐的人 瞬间移动 这样我拍戏能快点 好重要 就是我的画面 对于我个人而言 在演员这条职业道路上 2021年是一个比较爆发的一年 人挺多 人手很足 很微妙 感觉像是两个网友双向奔赴 2021年录最美的夜 没发现我说完了 发现 有这样的评价说明他还是挺关注我的作品 然后我会在接下来2022年的作品里面 然后给他一个答案 还是挺喜欢悬疑剧野门一点的戏 就这个评价我是真的知道了之后特别的自豪 因为有一个前缀是中国式的帅哥 太子妃这是你做的呀 对啊 在西州啊 女孩子出嫁前 一定要亲手编织竹创作为敌情戏 太子殿下一定会喜欢的 那个跳水那镜头那都不是我 真的他们 太会剪了 就挑的别的戏里面的别的男演员的镜头 去了 去了 去 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我把我这个绿色的袍披成了红色的 哎呀果然现在我想想我之前演的古装戏里面 没有这个感情线有点乏味 首先对他们说一声这些up主们辛苦了 然后把视频剪的这么好 然后我尽量回馈他们的方式呢就是以后尽量不要让他们这么辛苦了 然后自己去拍一些这些就是带有感情线的古装戏 有两个带播戏 中国军改以后手部的轰炸机题材的飞行员 然后叫我爱轰炸机 在里面饰演的是机长秦朗 还有一个医疗题材的非凡医者 然后陆川导演的手部剧 然后我在里面饰演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医生 就期待期待嘛 一个不行我得交一大棒 因为觉得这种晚会形式的就把家人全都叫齐了会比较开心 是让我现在离开的溜溜大顺 溜溜大顺其实就是绕口令 要保证顺利念完就是挑战成功 这个就好了 好 黑化肥发灰 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灰灰发 灰化肥发灰灰灰发 灰化肥发灰灰发黑 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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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实 这不来B站的最美的夜 都不知道夜可以这样的没有 确实 B站的朋友们 最美的夜见